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05集 第一步 第一步是汤洪温踏出的 汤洪温主动见他 给他带舟 试图消除父子间的隔阂 汤娜 我只是回应了她的嗜好 第一步并不是我迈出的 当我回应后 我发现事情并不太难 原来她准备了很久 她现在的家人也都接受我了 所以我和夏小兰并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我们以后就是继兄妹 可能不如你和你哥哥亲密 也算是一种羁绊的关系吧 人在这个世上没有羁绊 没有牵挂 这样的状态很可怕 为什么而奋斗 好像都是虚的 旧的羁绊不断在瓦解 新的羁绊又在形成 即将员对此感触特别深 看蒂娜若有所思 她揉了揉对方脑袋 所以你不要想那么多 顺其自然 尝试去接受你哥哥想给你的东西吧 他那么疼你 想给予你的又怎么会是不好的呢 他也主动走了那么多步 你就可怜下他 不要让他太累太压抑 稍微回应他一次 好不好 哼 不好 蒂娜把盘子塞鸡江源手里 自己回了房间 徐长乐慢慢从拐角处走出来 今天你和小兰帮了我大忙了 谢了 鸡江源摇头 小姑娘一阵风一阵雨的 变化太快 脾气还俊 你真的不能全顺着她 溺爱太过 我不想看到蒂娜变成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 像他妈妈那样的年纪 性格绝对是改不了了 蒂娜年纪不大 如果有人正确引导 性格是能改变的 想到这里 即将远也皱眉 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 你同意蒂娜去演DNA 肯定是为蒂娜着想 这是你第一次不再顺着她 也算是走出了改变的第一步吧 让我觉得挺奇怪的是 威尔逊夫人 她还在用着老一套的态度 去溺爱着蒂娜 这可不是为了蒂娜好 她想做什么 威尔逊夫人喜欢被宠坏的人吗 不喜欢 威尔逊夫人是非常反对 她妈妈和乔治在一起的 她自己都不喜欢的人 却要鼓励蒂娜继续当那种人 季将远觉得太怪异了 学长乐才刚刚放下点戒心 又被季将远搅动了心绪 我会马上安排蒂娜 回美国验DNA 不管结果如何 她也该从悲伤中打起精神来了 她还是一个学生 假期可以全世界度假 假期结束了 她就该回到哥达去继续学业 回美国上学 也必跟威尔逊夫人混在一起墙啊 既然搞不懂威尔逊夫人的怪异 因何而起 还是让蒂娜远离对方吧 夏小狼回家时 老汤还没睡 在沙发上坐着 这可难得呢 老汤的作息时间 是跟着阿芬同志制定的 刘芬是看完电视剧 就要洗脚上床睡觉的人 刘芬睡觉 老汤也不会熬夜加班 夏小兰特别能理解 能搂着老婆睡 为啥还要在冷冰冰的书房里加班呢 今晚居然没当年豆包 罕见呀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有时耽误也该打个电话回家呀 您在等我 你觉得呢 夏小兰不好意思 我把大哥送回酒店了 是被别的事耽误了一下 我看大哥和迪娜 关系挺好的 迪娜要找我说话 我们三个人在酒店 喝了杯咖啡 除了于奶奶 汤红恩对徐家人印象都不好 听说季江源和迪娜是朋友 汤红恩也头疼 难道一边操心小兰 还要一边操心江源 徐仲义还要眼巴巴等着认亲 一个被惯坏的小姑娘 送给汤红恩当女儿 她都是浑身抗拒 为了去美国验DNA的事 嗯 我看他们很快就能出发了 丁娜今晚算是同意了 熊孩子不听话 揍一顿就行了 夏小兰做事就是这样粗暴 徐长乐为什么不揍 一个是舍不得 另一个估计就是美国长大 受了环境影响 要搞什么尊重平等之类的准则吧 夏小兰加了一句 就是威尔逊夫妇挺奇怪的 说他们在华国度假也不像 乔治还和季女士解除了婚姻关系 这一家人到底为什么留在华国呢 不管为什么 他们只要在华国的土地上 就必须遵守华国的法律 唐红恩的意思 人家要是没犯法 也不能无缘无故往外赶呢 不能因为疑心别人要做坏事 就先把人抓起来 仅靠怀疑就能给人定罪 华国得多危险呢 这样的投资环境 恐怕得让世界各国人民都害怕 哪里还有外商敢来投资啊 可能是我想多了 反正我离他们远一点就行 汤叔叔晚安 第二天上午 夏小兰在公司见到了徐静和马海 这两人也早就想见他 不过是夏小兰太忙 这下总算有机会 马师兄 你一脸喜意 看样子闻曲星销售成绩还不错 马海憋不住笑 其实是不错 增长速度喜人啊 二月六号在电视台上了广告 新华书店就同意 我们租赁柜台销售文取星 这真是一个太重要的转变了 新华书店地方是显成的 只要在门口腾出个角落来 摆上玻璃柜台 马海一打开话匣子就关不住 夏小兰也没打断他 任由他说着 一看就是情绪激动憋久了 当然还带着点拍马屁的仙衣 毕竟书店这个渠道 包括请高考状元拍广告的主意 都是夏小兰出的 徐静看马海越扯越远 咳了一声 你还是说重点吧 马海一拍脑袋 瞧我这记性 说重点啊 重点是闻曲星上市以来 共计销售九千四百三十一台 这么多 闻曲星的上市应该要从 二月六号电视台广告播出后算起 之前征容广场开业 他毫无名气 参与抽奖算是前期铺垫 也就是到今天三月一号 上市二十三天 卖出了九千四百三十一台 每天能卖四百一十台 广告刚播出时 把闻曲星的销量从一天几台 提升到了一天几十台 这是征容广场的档口卖的 销售数量的飞跃 还是从月省新华书店渠道的建立开始的吧 后期绝对不止一天四百多台 才拉高了平均数 夏续兰想了想 这个销售数量 不只是月省一地吧 二十天 在一个省就能卖出九千多台 电子磁点的市场 在一九八七年就这么牛了 这超过了夏续兰本人的预料 马海竖起大拇指 夏总 已经真神了 我董灰尾 本人就是为了 我来董灰尾 我来董灰尾 组里面 我来董灰尾 来董灰尾 董灰尾